当前究竟是谁不断地在南海侵权挑衅 是谁在引入意外的势力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 地区国家对此都看得清清楚楚 破坏和平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 我们敦促非方个别人员 证实问题的根源 不要在私事挑衅破坏地区和平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不要在上演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的捉猎戏码